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log.js详解 我是你的天生讲师 爱你 那么讲完了Style的对象语法之后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Style的数主语法 BabylandStyle的数主语法 可以将多个样式的对象应用到一个元素上面 好 那么注意这里的话是多个样式对象 OK 那么T 这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VBlandStyle 它后面可以跟个对象 那么同样 它可以跟多个对象 然后多个对象的话 就可以用个数主把它现在给它扩起来 扩起来之后 就可以让Style相对来说更加丰富一些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吧 在这里它有两个对象 一个是Style object的A 一个是Style object的B 好 A的话我让它做的事情是红色 字体变为红色 然后字 倾斜 B的话我让它的字带有一条下画线 然后呢让整个的背景变为了天蓝色 好我们看一下在这边 我们就是VBlandStyle 里面的话就是Style object的A 好 Style object的D B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吧 好 我们发现了它已经是字变为了红色 然后呢 字体倾斜 并且呢 它有了条下画线 而且 它的背景变为了蓝色 那行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好 经过检查 我们发现 它Style后面 把这四条都给它附加了进来 好 Fontside等于Italic OK 字体情节 Color等于Red 字变为红色 Background 好 为这个颜色 那说白了就是天蓝色 对吧 好 然后呢 TextDecretion OK 字体描述 然后呢是下画线 那同样在这边的话 我们也可以找得到这四点 这四点 OK 也样式 我们怎么控制 直钉就可以像这样 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那么 这 就是我们的 数组语法 非常的简单吧 好 数组语法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 简单的看一下 什么叫做自动添加前途 其实说白了就是 当VBland Style 我们来使用 我们使用产生前缀的CSS属性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 像Transform 那当然现在我们的浏览是比较新进一些了 好 要Transform啊 Transition啊 或者 什么Opera City Opera City啊 等等 或者像Animate 或者是什么 Keyword Keyframes 等等 就是比较新的一些CSS3的话 好 那为了能够兼容 它前面都会增加一些前缀 比如说什么的 WebKit内核啊 或者火火的是 Mozena内核 和 微软的MS内核 那个什么 Opera的O内核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是相对比较旧的浏览器 会需要像这样来弄 好 在VUG当中 在VUG点击式当中 它会自动侦测 会自动检查 然后呢 并且来添加相应的一个前缀 好 我们简单的一看 在这里 我在我在这个 我们有这个对象当中 好 跟刚才的这一块 只是一个对象当中 然后呢 我增加了一个 叫做Transform的这一块 我让它倾斜45度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发现 好 整体这个效率 它倾斜了45度 OK 5秒钟之后 它从来会变成一个倾斜45度的 一个信息框 但是当我们检查的时候 我们就惊讶的发现 它只有一个Transform 并没有一个前缀 好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我的这个 我的谷歌浏览器 它的版本 已经是达到了 我们13版本 好 已经是最新的这一块 最新的 它是默认的 兼容Transform 属性的 并且这种巡乱这块的话 是很简单巡乱的 那VUZ在判断的时候 发现 你的浏览器已经 已经能够识别默认的这一个了 那行 它就不加前缀了 那如果我们是老版本的一些浏览器的话 比较旧的一些浏览器 OK 它就会自动给你把前缀给它加上去 好 好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这一块的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火狐的话 好 它也不用加 它也它也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看 如果是 其他的一些 比如 比如是Ig吧 如果我们试一下Ig10 好 Ig10的话 压扁这块都不支持 所以呢 这一块的话 它也就不可能再进了 好 Ig8的话呢 可能就糟了 OK 行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谷歌来好了 因为这是我们的最默认的浏览器 好 放到这里来 行 这个就是自动添加前缀这块 那么很遗憾 非常遗憾 我的浏览器太新了 所以呢 不能给大家看到效果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在浏览器当中去试一下 那如果你的浏览器也没有增加的话 那么恭喜你的浏览器是很新的 那至少说明我们在写CSS3 或者是来写一些GES 或者用我们的VUE 再生者我们再用一下什么HTMAP等等一些的话 我们都不需要过度的去考虑建筑性的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一章 好 OK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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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